晚間7點多 許多行人沿著斑馬線要到對象 黑富人緩緩走了出來 但一輛右轉的公車剛好通過 駕駛完全沒有煞車 直接把人撞倒 又一路拖行了一段距離才停下來 黑富人趴在馬路中央 動也不動 地上流下大片血跡 揪車到場 趕快把她抬上單架 緊急送衣 但她的頭部重創 肋骨斷裂 搶救半小時後 人就回天乏術 警方護包到場公車停在馬路中央 監視人員來回在車的旁邊 拉出距離記錄財政 駕駛表示因為視線死角 沒看到人才會發生意外 事發在中藥西路跟重慶北路口 當時富人就是沿著這條斑馬線往前走 想不到右轉的公車完全沒看到她 直接撞了上去 在到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的 是這條第二項裡面有提到 在行進路口的時候應該是 是要暫停離讓行人優先通行 那公車沒有暫停 才會導致發生這個事故 一個月前網球國手謝震鵬的女友 在文化大學外慘遭公車年幣 一樣是A柱視線死角引發的事故 重複上演 除了公車司機必須自律遵守規定 民眾走在路上也真的必須多留點心 記得黃天耀許之城台北報導 好